洛杉矶市警察局警员被曝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情人节主题帖子时 使用了去年因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亡的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的照片 这一事件仍在发酵 2月15日 非裔社区领袖召开记者会要求警局开除制作或传播这一帖子的雇员 他们质疑 制作或传播这种帖子是种族歧视行为 而有种族歧视倾向的警员如何能公平公正的在社区执法 弗洛伊德的家人非常气愤与震惊 非裔社区领袖阿里在洛杉矶市海港分局前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非裔社区领袖不是在攻击洛杉矶市警局 而是要求该警局对这一事件负起责任来 之所以选择这一地点召开记者会 是因为该分局的一名警员在事件发生后 向洛杉矶市警局局长正式汇报了这一事件 阿里说 洛杉矶市警局的雇员在工作地点嘲弄 被警方杀死的弗洛伊德是卑鄙而令人愤怒的 去年5月25号 在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布利斯 弗洛伊德因涉嫌使用一张20美元假钞被警察拘捕 次日流传网络的视频显示 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拘捕弗洛伊德时 用膝盖持续压迫其颈部将近9分钟 期间弗洛伊德不断说我无法呼吸 随后死亡 为此肖万被控罪 后升级为二级谋杀罪 另外三名警察被控协助教唆二级谋杀罪和过失杀人罪 目前四名前警官在等待法庭的审判 洛杉矶市警局官员莫尔表示 在一名警官向警局局长汇报了这件事之后 警局已启动了内部调查程序 但警方表示尚无法确定是否有警员传播了这一涉嫌嘲弄死者的帖子 警察工会弗洛伊德家人的律师以及洛杉矶县检察长均谴责了用弗洛伊德照片灭视死者的行为 洛杉矶市警局局长莫尔表示 他决心要调查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有人参与的话 警局内什么人参与了这种事件 我们的调查既是要确定这一传言的准确性 并表示警局对任何种族歧视观念均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阿里及其他社区代表均表示 要面见局长莫尔 并呼吁警局将传播这一帖子的人员开除出警局 社区领袖霍克因斯表示 社区与执法人员关系密切 我不能容忍这一事件破坏掉警察与社区的关系 阿里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 既有歧视倾向的警官如何能在社区公平公正的执法 阿里在记者会上代表弗洛伊德的家人 宣读了一份弗洛伊德家人律师的公开信 他说弗洛伊德家人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 某些警员的行为让弗洛伊德家人 在面对亲人的死亡面前又受到了情感伤害 这种麻木与残忍是难以让人理解的 而这也表明洛杉矶市警局的内部文化出了很大的问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